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号塑料瓶 然后从这个位置将瓶子割开 割下来后我们再把这一段剪成流酥状 宽度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剪好后再将每根长条这样向外掰直 全部掰好后就要开始编织了 我们任意拿起一条长条将它横折压在第二根长条的上面 再将多余的塞到第三根的下面 同样的第二根也是这样编织 这样循环下去将所有的长条都编织好 编织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在瓶盖上戳一个孔 孔戳好后 在这个位置也戳一圈孔 孔戳好后 我们再找一根棉线或者布条穿过瓶盖 再把这个放到瓶底上 然后放入营养土 下面再装入水 这样就能很好的保持土壤的湿润了 那么这样一个简单好用的自动浇水花盆就完成了 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用油桶来做大花盆哦 赶快把这些妙招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小妙招 就请关注妙招姐吧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